放下画笔后 优雅文静的漫画家间超画师波克蒂 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刺青师 Follow波克蒂的朋友粉丝肯定知道 他的画风清新可爱幽默搞笑 但一次他在面子书上分享自己的纹身作品时 360度大转变的风格 简直就是吓着了身边的朋友们 全部都会吓到 怎么你转行 我说我没有转行 这个是我业余的 同时我还是有做设计 还是有画漫画 他们都会吓到 怎么转变那么大 从小就爱画画的波克蒂表示 纹身其实也是画画的一部分 只是在纹身方面 他偏爱东方传统风格 尤其牡丹花 过去一直很有兴趣想要投入刺青这个行业的他 就在去年决定利用空闲时间 学习了这门新手艺 我是去自己去摸索 然后过后也是有一些痴情朋友 做这一行真的是做这专业的朋友 就有给一些意见 有教我一些technic的东西 就比如说 那个卫生消毒 然后怎样用那个机器 这样子的东西 之后就慢慢去掌握了 一开始投入刺青时 波克蒂最担心的 还是父母无法接受他的这个新爱好 尤其是我妈 她因为她是比较传统的 我以前染头发还是什么 我都会被骂 当她懂我有碰刺青这块的时候 她也会好奇问 我爸爸妈妈两个都太好奇问 是什么感觉啊 痛不痛啊 还是什么 就是他们都会 就看那时候他们是蛮支持我的 当然 刺青和漫画 插画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尤其更考验一个人的耐性 我做过了比较长时间了 六个钟 就蛮考验耐性的 因为 比如说做一个刺青 其实真的是好几个小时 就是坐在那边做 这样子 然后也要很专注 然后不能出错 有些卫生的东西 消毒的东西 又不能出错这样子 对于不够地而言 可以将自己的嗜好和兴趣 全都融入自己事业里 无疑是件最幸福的事情